观众朋友们大家早 那么山陀儿台风 来势汹汹真的不容小觑 就在刚刚早上的8点30分 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最新它的警报单也出炉 路径状况如何走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 那么您会看到 现在它的位置 大概就在儿软比 东南方510公里的海面 所以预估在明天早上 8点钟的时候 它就会威胁到巴士海峡 所以现在才会已经发布了 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相比前几天来说 它的速度稍微变快一点点 但还是很慢 我们看到现在 每小时它走的是10公里 而近中心最大风速 达到每秒30公尺 距离中台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还不是太平线 那么来看到现在的阵风 每秒38公尺 相当于是13级风之外 它的暴风圈半径 也来到了平均7级风 120公里 预估接下来 还会达到了250公里 也就是说它的暴风圈 很可能会笼罩整个台湾 包含在海上 陆上 都会造成威胁 所以要带您持续的来做关注 那么现在虽然这个山坨台风 它还没来 不过我们看到雨势已经先到了 从今天的凌晨开始 持续的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针对的是6个县市 包含在北海岸地区 以及在北部地区东半部 通通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 我们看到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包含在蓝雨 已经出现了部分的降雨 大概20到30毫米 虽然不是太多 但持续的有一些降水回波 持续的在移入 而在北市内湖地区 刚刚也下起了一波雨 要提醒您了 这雨势当对流发展旺盛的时候 就会来得特别快 以及特别急 那么主要今天就是受到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天气状况上都会不太稳定 那么紧接着来看到的是 到底这台风对我们的影响 会不会登陆 以及它整个清洗几率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到现在气象所 它公布的 预估说在礼拜二的时候 它就会碰礼拜一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地接近到台湾 而且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那么礼拜二 礼拜三 就是预估它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所以整体的雨势都会明显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预估 在120小时暴风清洗几率 全台湾的几率来讲 几乎本岛地区都突破了7成以上 那么尤其看到 我们再看到是绿岛 还有在恒春 蓝雨 通通都突破了97 以及95%以上 所以就要提醒您 整个环境上都有利于 它的发展之外 暴风清洗几率也很高 所以当这个清洗几率如果比较高的时候 雨势可能就会比较大 但还是要是实际的状况来做决定 紧接着来看到的是 大家也关注 到底它会不会登陆到台湾 要提醒您 今明两天来说 它的走向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现在 目前的预估是说 它可能是一个插边球 从东部沿海上去之后 在宜兰东部外海 紧接着大偏折就离开了 但是在今明两天 如果它的路径上更往西偏的话 有可能就会来做登陆 那么到时候 雨势就会有影响了 因为它的登陆 可能影响东半部 会有雨势之外 有可能中南部地区 也会带来雨势 还要持续的来做关注 紧接着我们看到 欧洲模式的预测了 它的预测是说 会从屏东登陆之后 紧接着从宜兰来出海 那么这样的模式 目前是欧洲 还有在英国 通通都预测说 路径会更往西偏 至于美国模式 跟台湾比较类似一点 同样的都是从东部外海 紧接着大偏折 东北方的方向来做离开 所以您会发现 现在各国路径的预测 其实还有差异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做关注 到底会不会登陆 对雨势 风势 通通都会有影响 那么紧接着就来看到了 什么时候 雨势是最明显 最剧烈的时候 也就是礼拜二 以及礼拜三 那么刚提到 我们看到地面图 您会发现说 它在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就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刻 而且整个暴风圈 都笼罩在台湾 所以风势 雨势 通通都会很明显之外 特别留意的地区 我们就来看到了 首先在礼拜二的时候 雨势包含在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台东 还有在恒春半岛屏东 通通都会有雨 到了礼拜三 雨势更加剧烈 您会发现整个东半部地区 通通都是一片紫白 而且在紫白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可能达到豪雨等级 而且特别留意是在东半部地区 以及在北部的山区 通通都会达到豪雨等级 也就是累积雨量达到200到300毫米 那么不排除当然雨量 很可能再会更加的扩大 还要是到时候的情况而定 而中南部地区则是得看 台风到时候的路径 如果说偏西一点 那么同样的都会有影响 未来一周雨是我们也来看到了 刚提到了就是礼拜一开始 台风外围环流逐渐的影响 更明显之外 一般而礼拜三 整个几乎都会有雨 包含中南部地区 午后也都要留意 直到礼拜四的时候 到时候台风逐渐的远离 往东北方向来离开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在东半部 东北部 同样的也都还是会有一些水气 所以到时候同样的 还是有局部性的大雨 还要多加留意 未来一周整体的天气状况 都不太稳定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 这个山陀儿台风 现在移动的速度 还是非常的慢 所以目前的预测 我们帮您统整一次 包含就是礼拜一 逐渐的台风外围环流 更加的接近之后 礼拜二 礼拜三更加接近 礼拜四逐渐的远离 到时候天气状况 逐渐恢复稳定 但同样都还是会有雨 而且到时候 在温度感受上 礼拜四之后 会有一波低温 因为东北季风吹下来 所以到时候低温 可能下探到20度左右 到时候我们再持续 带您来做关注 那么紧接着来看到 风浪方面 也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整个台风 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 风浪都会逐渐的加大 我们看到现在 包含在兰宇地区 已经出现了11级的风 那么来看到 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 今天时间越晚之后 风浪会更加的明显 尤其在桃圆到云林空旷地区 以及恒川半岛离岛 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至于长浪 在沿海地区 统统也都要留意 可能有3到6米的浪高 最后就要提醒您了 在整个海边活动 还有山区活动 这几天来说 统统都不要去 因为很危险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